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 Python基礎程式設計 那Python的話目前是蠻紅的 那在 很多應用上面 尤其是人工智慧經常會提到Python 那在資料的大量資料處理上面 不是只有Python可以用 包含R語言 可是呢目前比較夯的 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是Python 好那各位可以從2020的 Stockoverflow的 這個分析報告上面可以看出來 他位居第4名 所以他顯然是非常非常 熱門 那在2021年 這個 Python的使用呢 這個是使用他的這個熱門度呢已經 爬到第3位去了 好一樣是Stockoverflow的一個 調查 所以從這邊可以知道 Python的佔有率其實越來越高 好那這就是 啊設計出Python的 這個 開發者 好那Python的主要應用呢 好有這些 就是包含Web開發 好那Python上面呢 你可以 使用各種這個 開發的框架 那 他已經有一些 方法呢 讓你可以在短時間內把你的網站架起來 好那在開發的時候呢 你只要去找到這些套件就可以去 開發所以非常的方便 那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這個 很多志同道合的這個 城市設計師把 開發好的套件包裝成一些 好用的這個 套件包 分享出來 好那目前常用的 Web開發 框架呢 有這個 Dungle 還有Flex 還有 一些 Torando的 這些 框架 當然不只這些啦 那 Python的 其他應用包含這個網路爬蟲 比如說你要在網路上查 這個 有哪一些書 在哪一些書店裡面 比如說你鎖定某一本書在 這些 網路書店裡面他分別價格是多少 那你 如果是用這個 人力的方式去查你可能要花好幾天的方式才能夠查得出來 同一本書在不同的網站上他的價格是多少 那如果你寫爬蟲的話大概 幾秒鐘內他就幫你找好整理好 所以這是 爬蟲的部分 好那爬蟲在 應用的時候他其實 必須要去模仿 人在操作 因為 從另外的觀點來看 這個網站的管理者他其實也會避免爬蟲去爬他的資料 所以你怎麼樣 教你的這個 這個網路爬蟲呢讓他 可以模擬人 的操作行為去 抓資料回來 這也是蠻有趣的地方 所以各位在學習 學習Python的時候除了 這個一般常用的程式開發之外 那也可以拿來做這個爬蟲的一個操作 好所以現在的這個資訊收集呢 比以前更方便 如果你會Python的話 還有呢 Python可以用在人工智慧上面 那因為在人工智慧上面的 應用呢需要大量資料的處理 所以有一些像這個 NunPy SciPy 這些數值運算的 套件 還有Scarant 機器學習的套件 還有Pybrand 就是 神經網路的 然後還有把 這個相關的資料做視覺化的 部分 透過這個 MaxPollet 那這個呢 我們未來在另外一門課 這個 基礎數學那門課呢會用到 讓同學 在 除了手算這個 數學韓式的同時呢 你也可以透過 Python的程式呢 畫出 那樣的圖形 讓自己在 數學式子跟圖形之間有一定的連結 比較清楚韓式的 意思 所以在人工智慧裡面 它有很大的一個應用的範疇 包含這個 Data mining 資料的探勘 機器學習 神經網路 還有深度學習 這些呢都是 會採用Python來做 這樣的一個 操作跟應用 那Python呢 它的套件控 API Pinding 它其實是可以去跟 其他很多語言來做結合 所以它又被稱之為 有交水語言的特性 交水語言 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一些方式呢 結合各種 不一樣的語言 比如說我本來就有用 PHP開發了一個 功能 然後呢我用 C開發了一個功能 可是我希望 透過 PHP裡面的 觸發 去 採用C或者是 用Python 去做 後續的動作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Python是很容易可以去跟 這個其他語言做結合 這是 它之所以越來越紅的 原因之一 好那這資料分析的部分呢 大數據分析 那需要用到分散式計算 還有資料視覺化 我們講說一圖解籤文 你如果可以透過圖形的方式來呈現你的資料 好那很快的人家就可以知道這個 你想要傳達的意思 這比 你去看每一個數字要來的更有意義 還有資料庫的操作 Python都有相當成熟的模組可以去使用 然後對於Hadoop的這個 使用呢 Python也可以直接去做這個 計算邏輯 自動化為運的部分就是說你寫一些小工具 然後它自動的去幫你做一些 你平常很日常 在做很無聊的事情 比如說你去探查日誌 伺服器上面的日誌 來看看裡面有沒有 這個非法的入侵行為 或者是有一些惡意的軟體 做了一些不好的操作 這些你用肉眼去看日誌檔的話 可以但是非常花時間 非常無聊 那如果能夠透過 這個Python 來撰寫這樣的一個工具 然後他就可以在 很短的時間內幫你找到 甚至做完分析 所以呢目前 很多Linux裡面 Linux是另外一套作業系統 另外一系列的 也不算一套另外一系列 像Linux裡面就有 Ubuntu Sentos Fidora Sushi 很多很多 那看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多玩一些 那像Linux發行的版本裡面就都 自帶 Python的 直譯器 所以用Python的指令就可以做一些 動作 而且呢他可以 在Linux的系統上 伺服器上面呢做這個 監控的一個 功能 所以他可以透過 這樣子的方式 方便 做 自動維運的這個 目的 好那Python的其他應用的部分呢 包含這個系統程式設計 因為他有一些API 他可以很快的去開發 你在系統維運上面所需要的小工具 那可以 方便 這個整個系統的優化 然後圖形處理的部分呢 我們在 Python裡面 未來各位可能也會用到 PIL Tinker 這個是 圖形 系統 我們叫視窗程式的一個 轉型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說 你 如果每次要用這樣的系統 都要 讓使用者去 打指令 或者是使用者他 沒有學過Python 他也不知道指令怎麼打 這樣你的程式可用性就會降 所以為了增加你的這個 程式的可用性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視窗 圖形化界面 讓使用者呢按一下這個程式上面的按鈕 他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哦那這個就是Tinker的 支援 可以做到這樣的一個好處 然後還有數學的運算 我們剛剛已經有提過了 南開的部分 再來就是Python裡面有一些RE模組 他是可以 他可以做這個正規化 正規表示室 正規表示室這個就有點 比較深入了 因為他的 這個寫法就是他要能夠 透過簡單的 就是也不算簡單 他就是簡潔的寫法 又可以做到你格式上面的分析 比如說 電話號碼 他有一定的格式 那你怎麼樣透過正規語言 正規表示室的方式來檢查 你輸入的資料 是否有錯這樣子 好那資料庫程式設計的部分呢 好他可以 遵循Python DB API的這個介面呢 來開發 好那他可以 跟Microsoft的 這個SQL Server 資料庫 還有Oracle 伽古文公司 還有Sitebase 還有DB2 這是IBM的 還有MySQL Open Source 目前 MySQL呢被Oracle買走了 他本來也是 這個Open Source 不用錢 還有SQL Lite 的這些資料庫呢 做連結 所以他有很不錯的這個資料庫連結的 套件 可以 方便 這個開發人員呢 在開發資料庫的 程式 好那以上呢是 簡短的這個Python的介紹 從你 這個 呃 為什麼要選擇Python 因為現在很多人用 那再來就是 他可以用在哪 哪一些方面 那也跟各位做一個簡單介紹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在開發 Python的程式的時候 所需要的環境 那比較簡單的方式呢 如果你的硬碟 過大 記憶體過大 比如說你的 這個硬碟呢 至少1T左右 然後 你的可用空間 就是硬碟你不會是完全空的 你裝完作業系統 過去一段時間累積的東西 如果你還有達到幾百G的空間的話 那你可以裝 Anaconda 那還有一個要求就是你的記憶體的部分不能太小 8G基本上就偏小 如果能夠16G是比較有餘裕 那比較偏小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你弄了Anaconda之外 其他你要做其他事情 就會 有點卡頓 所以如果說你要 開Anaconda 然後你要做其他事情要是 感覺上沒什麼影響的 那建議 可能要大於8G的話會比較順一點 這是我過去在 安裝的時候的一些感覺 好 那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Anaconda Anaconda其實還蠻方便安裝的 你就是到這個連結 你就可以看到 下載的連結 然後你就下載之後 他的就會把一些 你大概 你會常用到的排繩套件基本上都會安裝進去 所以呢非常方便 那你也不用說缺東缺西 還要再用pipe 去安裝哦 DIP安裝 不需要 那 Anaconda 裝完之後如果有缺 真的 這麼湊巧 你有一些 要用到的套件他沒有裝 那你可以用 PIP的方式去安裝 這是Anaconda的部分 好那另外呢 我們 要裝這個 Python3.9 如果你不用Anaconda 你要獨自 你要分開裝的話 因為Anaconda 它本身就包含了程式編輯器 跟 Python的這個版本 所以全部都有了 那如果你沒有要用 Anaconda 那你可以去裝好 那我這邊的截圖呢 雖然上面寫的是3.8.2 事實上他只有數字的差別 那 在操作上面畫面基本上都差不多 那在這邊呢 各位去下載的話 就是下載3.9 目前是 比較新的是3.9.6 那各位可以去找 比較新的來安裝 好那下載下來之後呢 點開執行的時候他就開始安裝 重點是各位要注意一下這1的部分 底下一個 Add Python 3.9 Toolpass 這個部分如果你沒有 就會很麻煩 因為你就要另外再花時間去 做這個環境變數的設定 所以建議各位這個要打call 然後他會 告訴你要 安裝到哪裡去 基本上就 照他的設定 然後按確定之後他就開始裝 然後安裝好之後呢 你就把它close就好了 好那如果你 剛剛忘記勾那個 Add Python3.9 to paste 這個動作你忘了做 那你就要做一件事情 首先 你按左下角的視窗符號 展開之後去找到你的Python3.9 然後按滑鼠右鍵 按滑鼠右鍵會開出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你在 選擇 這邊再展開 他會告訴你 這個路徑在哪裡 你就open 打開之後呢 你就把剛剛的路徑呢把它記錄起來 把它記錄起來 然後呢接下來就是 你在這邊 你已經到那個目錄了對不對 你找到這個檔 然後你就按右鍵 按右鍵 最底下的這個屬性 中文的話是屬性 屬性 屬性展開之後他有一個 目標的這個路徑完整的路徑 好那你就把它複製起來 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之後呢 你到檔案總管 這個檔案總管 然後呢按這個 dispc 這個本機啦 中文的話是本機按右鍵 然後呢 右鍵展開之後會有一個屬性 你點屬性之後會再展開 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這時候你找到這個 進階系統設定 進階系統設定的地方 點下去之後就會有一個這樣子的 右邊的這樣子一個畫面 然後底下一個 環境變數 底下一個環境變數 點下去之後呢 就會展開像這樣子的一個 畫面 然後在下方有 系統變數的地方 在系統變數裡面有一個參數 叫做paste 那你就選擇paste 點一下之後再按編輯 選擇paste 再按編輯 編輯之後呢 如果你沒有像我現在反光的這一段的話 如果你沒有 就代表說你剛剛 沒有勾選到 把路徑加到 這個paste裡面去 所以你就按一下什麼 那就會讓你在這邊可以編輯 然後把你剛剛複製的那個路徑呢就把它貼上來 貼上來 貼上來之後呢就按ok就可以了 好然後呢你的作業系統就先登出 再登入 接下來你就可以在中端機界面上 打py 空格 記得這邊有個空格 空格 減減virgin 版本 他就會出現3.9.6 這樣子呢 有東西出來就代表是對的 ok那我們後面介紹的全部都是以3點 多為版本 所以如果你出來是 2.7.6 代表你裝錯版本 麻煩了就重新安裝 希望你的這個版本也是維持在3點多 因為 Python有兩個系列 一個是2點多 一個是3 那2的話 語法跟3的語法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你裝的系統是2.7 那我們上課講的全部都是3點 3點9 3點8 那你會發現有一些指令他會在編譯的時候告訴你錯誤 所以這個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我們在後面的教學影片上面大概會用到的程式編輯器 就是 VSCode VSCode 那VSCode呢 在2021年的 Stock Overflow 上面調查的結果 他已經是排行第2名 那 他淡藍色的部分是喜歡 然後不喜歡用的是20.7 所以顯然他 在排行榜上面 有他的這個 結果 就是 很多人喜歡用VSCode來開發軟體 好 那 各位呢 連到這個連結 微軟的 他跟Visual Studio 不一樣 Visual Studio 是很heavy的 他是很 很 龐大的一個 而且他是要收費的一個版本 那我們現在這個 Visual Studio Code呢他是不用錢 不用錢 所以各位去下載 那看你的作業系統 如果你是買 你的電腦如果是Mac 就選擇Mac 那如果是微軟的作業系統 就選微軟的 然後看你要找哪個版本 那 以一般情況的話 就是Windows 10 的 這個 我們就下載 系統安裝 如果電腦是你的 不是 家長的 你沒有全 安裝 那如果沒有 你沒有全線可以安裝的話 那你就只能點 ZIP 啊如果是系統可以安裝就選上面這一個 如果你是 個人有帳號可以登入的那你就選這個 基本上都差不多啦 只是說 點ZIP這個就是 展開之後他不需要去註冊機 這是他一個最大的差別 這邊呢有三個 有幾個這個 YouTube 教你怎麼樣去 快速安裝 然後呢 還有一些常用的套件哦 各位可以掃QR Code去看看 你可以拿起手機來 然後掃QR Code看看他的這個 教學影片裡面怎麼樣去安裝 然後再來這個是VS Code裡面的 基礎使用 怎麼樣去寫Python程式的一個環境 限制 設定 因為他 這個環境裡面有很多都是 要安裝套件的 那讓你的工作更有效率 然後 畫面更好看這樣子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也是哦 那各位可以去 參考一下哦 看哪一些你覺得 對你有幫助 那基本上就是 透過一些 設定的讓Python的撞寫跟執行的比較方便一些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如果連這個 啊 VS Code都懶得裝 那你可以試著去用Collab Collab是Google提供的哦 那你只要有Gmail的帳號 基本上都可以有collab的環境 哦那collab呢他 有提供一個python的雲端執行環境哦 他他的樣子比較像是有記事本 那記事本上面你可以寫程式執行 然後底下可以加筆記 所以他也蠻方便去使用 而且他是雲端的 所以隨時都都可以 你只要有網路基本上都可以去用他 好那google呢 他提供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包含有這個 CPU的虛擬機 那裡面有一些GPU可以用 然後你只要打開基本上他就可以去編寫 他的幾個特點就是 簡單好上手你只要會寫程式 寫python的程式在上面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寫 然後有免費的GPU 他不是 不是無限量 他就是有 運算能力的GPU可以讓你去測試他 然後再來就是他可以方便 輕鬆的去共用 可以分享 如果是多人開發一個 專案的時候可以去互相共享 好這邊是一些教學影片 同學可以去試著 看一下教學影片上面的介紹 然後呢 看看 你在VS Code 還有這個 Collab上面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那 不管各位選哪一個我在教學影片上用的大概都是VS Code 因為 我學一個VS Code 我可以寫網頁 可以寫 C 可以寫Python 可以寫PHP 他功能面比較多 所以我選一套 然後 不用每一種語言都各學一套 這樣比較累 那如果你有裝這個Anaconda的話 裡面他也有個程式編輯器 這是Spider 所以以上介紹這幾種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開檔 來讓你打字存檔 然後你在 中章機上面打字去執行就可以了 所以 即便你什麼都不裝 你不裝 你不裝這個VS Code 也不裝這個 Spider 也不裝Anaconda 但是你有裝Python 你只要路徑設定的好 你用 記事本 微軟本身的記事本 存成NC格式的話 那你打指令他這樣還是可以編譯跟執行 這是他的一個 方式 基於這個 不花大家太多時間的一個 做法的話 我個人建議大家就是直接安裝VS Code 然後在VS Code上面就是 把套件設定好 他所使用的擴展套件設定好之後 那這樣子你在 開發的時候 就會比較順利一點 好 以上分享 好 以上分享 好 以上分享